開啟這個刮鬍自創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也是在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的這一個 當然上個禮拜是這一個 所以今天其實還有更多 其實這一題還算是比較簡單的 還有更複雜的 因為像這個是一個刮鬍 後面這一題152有三個刮鬍 因為長寬高 然後還有其他像如何去抓到 就是說你出生歌裡面有中文有英文有數字 那你怎麼去計算 或者留下你要的中文或英文或數字的那個部分 那因為那些函數裡面沒有 所以要怎麼做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稍微再了解一下 那我們先把151這個範例打開來 那首先可不可以邏輯很簡單 刮鬍裡面有東西幫我切出來 所以如果你沒有更好的方式的話 以前你的做法如果是這樣 Ctrl C Ctrl V 那你可能要做很多次才有辦法完成 但是當然 完全不建議你這樣做 你一定要想一個方法解決 因為如果你資料量多的時候 你這樣做 你可能會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 第一個函數怎麼做 那函數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想想看 第一個 有什麼方式 其實我們邏輯非常簡單 請各位注意一下 最後完成的那個 這個 我們看一下 最後完成的那個 公式 其實在雲端上也有 在這個地方 其實雲端上面的這一串 這一串完整的 就這一串 OK 那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OK 不過 如果你突然看到這一串 你可能 會覺得 哇 這怎麼做出來的 對不對 實際上呢 通常像這麼長的一個公式 絕對不是一次做出來的 你可以分階段做 一定要把它拆解開來 你的答案就出來了 那首先的話你要做什麼 其實遇到這樣的狀況 一 先抓到前括號的位置 但是你要的是 前括號的位置在加1 所以你要找到這個位置之後 把它加1 第二個 找到後括號的位置 然後呢 再把中間的字串 用密的函數去把它做切割 另外如果說裡面沒有資料的話 會有產生value的錯誤 所以用ifl做過濾 那怎麼找位置 用fine函數來找 OK 所以我們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來完成 第一個的話 我要找什麼 找前括號的位置 所以第一個 也許這邊的話 你就是 這邊 前面 前括號的位置 前括號的位置 好 前括號的位置怎麼找 其實找 這邊把它先刪除 我們把它分次 那因為這個裡面沒有括號 所以我們用第三列的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用那個 插入函數 文字裡面 找它的位置用哪一個 其實在那個文字函數裡面 尋找函數呢 裡面有個fine函數 當然fine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怎麼fineb 其實fineb主要是用biz的方式來查 不是用文字喔 用biz的話 一個中文字是兩個biz 所以一般當然用fine 另外還有一個是search 其實search 也可以查 也沒有一個search fine跟search 那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關鍵在哪裡 後面有個括號 大小寫 視為相同 那如果你用fine的話 大小寫怎麼樣 視為不同 所以他們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有區分大小寫 ok所以如果說你找資料 假如有大小寫 就英文字大小寫 如果中文的話 其實一點關係也沒有 反正他沒有大小寫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fine fine什麼呢 我要錢瓜阿虎 所以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fine test 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錢瓜阿虎 ok 所以我打一個錢瓜阿虎 不過特別去 這個錢瓜阿虎 還有全形半形的問題 ok 所以我也不確定是全形還半形 不過沒關係 我先打一個錢瓜阿虎 我先打半形 然後呢 fine within 在哪裡 在這裡 那start start 就是你要從哪個字開始 那如果你不填的話 就從第一個字開始 但如果你有填的話 就從你填的那個位置開始 所以我們不填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會回來給你刪 那表示說我這個錢瓜阿虎 在這裡面是找到的 所以如果你回來發現奇怪找不到 那有可能是全形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改成全形 好了之後的話按個確定 那錢瓜阿虎的位置就找到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找什麼 找後瓜阿虎的位置 所以這邊的話 後面的話 你就找後瓜阿虎的位置 那後瓜阿虎的位置在哪裡呢 其實偷懶一下 把這個複製一下 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 把這邊怎麼樣 改成那個後瓜阿虎 打勾一下 ok 第九 第三個字 第九個字 ok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我要接下來做什麼 我要把那個瓜阿虎裡面的資料 給切出來了 這個時候的話 就是什麼呢 資料的部分 那就是用哪一個呢 你可以用超乎數 一樣用文字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用什麼 用mid 那切字串有幾個啦 有laps 有mid 其實mid就mid 還有right 不過如果你用laps跟right都不行 因為它是從左邊算跟從右邊算 因為它資料在中間嘛 所以特別注意mid 然後他要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你的文字在哪裡 文字在這裡 那你要從哪一個字開始 其實就是從前瓜阿虎怎麼樣 加一個字 為什麼 因為我瓜阿虎不算嘛 我要後面的東西 那number charge是你要幾個啊 ok 那理論上是什麼 後瓜阿虎的位置 減掉前瓜阿虎的位置 再減一就可以了 ok 那你想說其實主要前瓜阿虎的位置 再減掉後瓜阿虎的位置 中間會多1 如果你不知道這1怎麼來的 其實你或者你可以參考什麼 有的時候你也不想要再去想太多了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不是多1嗎 這個後瓜阿虎 主要是這個後瓜阿虎 要把它扣掉 所以你把這個減掉1 ok 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的結果其實你可以從預覽裡面 可以得到結果按個確定 好這個時候呢 但是你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當然你前面這個也要向下填滿 當然有的資料如果沒有出現 結果的話 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找不到 但是它不會跟你找不到 它會給你一個什麼呢 這個的錯誤 近 value 就是直的錯誤 就是說呢 如果你找不到瓜阿虎的話 它不會告訴你是什麼數字 它只會告訴你這個value的錯誤 所以相對的 如果你今天怎麼樣 向上填滿 或向下填滿的話 那找到也會是你要的 但是找不到 它不會給你什麼 這個錯誤 可是如果說將來你這個錯誤 出現在這裡 你會覺得這感覺有點什麼 好像不太ok 所以大部分都會想要把它過濾掉 那怎麼過濾會最簡單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用什麼 插入環數裡面 我想各位只要記得 以後如果說你在做完公司之後 發現有value錯誤 有什麼lambra錯誤 有什麼NA錯誤 有REF錯誤 反正只要緊開頭 一堆錯誤有沒有 記得 在Excel裡面有一個過濾器 非常簡單 而且非常的好用 你就記得怎麼樣 用這個過濾 過濾器 以前會用什麼 if再加Excel 不過後來發現還有更簡單 就是在邏輯裡面 請你找到這個 if 這叫l ifl ifl 其實它是有兩個 函數幫你把它簡化了 以前要有兩個 那現在的話 只要一個就可以了 那使用的方法也非常簡單 你就按確定之後 然後你給它什麼呢 給它value value的話就是說 你那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然後呢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你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把這個錯誤呢 改成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不是空格喔 沒有東西是這樣子 這個叫空字串 沒有東西記得要填個空字串 OK 然後你按個確定 你會發現嗎 它就幫你過濾掉了 有沒有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這個地方 主要分成四個階段 就把結構給做出來了 當然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一次性的全部做完 可以啊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其實跟 就是把什麼 把剛剛這四個動作 你把它變成一次 就這個 OK 基本上 大部分怎麼做呢 習慣上 會先用fine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 假如說你要一次做完的話 可以先把這個 這個裡面的公式 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就是 先做這個 做完之後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再插入一個什麼 密的函數 其實最近使用過這邊都有 taste在這裡 star number就是這個 加1 然後呢 number choice就是 這個東西 加了1之後 應該是 這個是 這個是 找那個後瓜糊的位置 後瓜糊的位置呢 然後 最後 減掉 減掉這個 找到的位置 後面再把它 減1 就好了 OK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 找後瓜糊的位置 這個是找前瓜糊的位置 最後會多1 所以把它扣掉 這樣的話 我們把它按確定之後 其實向下填滿 它會出現 最後再怎麼樣 再把它減下來 再過濾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次 一次性的做完的話 你可以一個儲存格做完 你就可以 再把它公式減下來 再用if error 有沒有 把公式貼上 然後後面呢 把它加一個轟字串 再按個確定 有沒有 向下填滿 這個是最final的啦 OK 可是 當然你要把這個做完 可能要看功力啦 如果你功力還不到那裡的話 可能你會卡住 OK 其實 我之所以可以把這個順利做出來 是因為我已經做完這一串了 那我知道說我在做什麼 我只是把這一串的邏輯放到這邊來 OK 那請各位也試試看 就是說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些地方卡住 我是建議你乾脆可以參考一下 我雲端上面有分別就是這邊 到底怎麼 底下有公式 還有12345 這邊有完整公式 那待會的話會來看VBA 其實VBA做完之後 這邊你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個工作表 那VBA更厲害了 按下它 做完了 按個清楚 或者是怎樣 插入一個什麼 使用者定義 刮鬍自傳函數 把資料給它 向下填滿 這個是兩種 一個是按鈕 一個是自定函數 也是從上個禮拜的部分衍生過來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相關的參考資料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有關怎麼樣用那個fine函數 配合mit函數 再配合ifr函數的過程 如果你有一點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我建議你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 就是我們上面這個網址 裡面的那個雲端網址裡面找一下那個文字 就是雲端白板畫面 裡面的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找到151的那個檔案 把它打開來 裡面其實就會有相關的參考的畫面 我剛剛做的東西 也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